也會變好 而且檸檬就本身就有美白的功用 還可以幫助身體消除疲勞 有飽足感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太餓的感覺 還可以幫助增強免疫力 晚上起床喝一杯檸檬 歡迎收看凱莉夢露 我是凱莉 看出來我今天在伴誰嗎 沒錯 這是Emily Cooper 記得她劇中這個造型嗎 還有另外一套 看衫扣子扣最上面 然後搭蛇紋的短裙 那一套我也超喜歡的 最近呢就是一直很想做這個 減肥企劃 因為開始做YT之後發現人在鏡頭前面 真的是無限的被放大 雖然本來就不是很瘦了 然後我就上網搜尋了一些 她的減肥維持身材的方式 然後試了一週 因為我上週的時候是慶生週 我過完生日週之後胖了3公斤 所以呢我這一週 試了她的減肥法之後 也剛好就是瘦毀了大概3公斤左右 肚子也削了一大圈 這個照片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就幫大家整理的一個筆記 來跟大家說幾個重點 而且呢這個減肥方法 它不用餓肚子你可以吃飽 而且是健康的瘦身 也不會花你太多的時間 所以是蠻容易可以達成的 那我現在就來跟大家說幾個筆記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 早上起來先喝一杯檸檬水 那早上起來空腹先喝一杯檸檬水的話 它其實對我們身體非常好 它可以幫助促進我們新陳代謝 然後排毒皮膚也會變好 而且檸檬就本身就有美白的功用 還可以幫助身體消除疲勞 有飽足感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太餓的感覺 還可以幫助增強免疫力 你早上起床喝一杯檸檬水 對減肥非常的有效 第二個每天補充你身體所需的水量 想知道你自己一天到底需要喝到多少的水量 可以參考下面的共識 30歲以下 每天要喝到你的體重去乘以40 等於是你一天要喝的豪生素 所以呢我現在 因為我現在是30歲以下 比如說我一開始 做完生日是胖到55 55去乘以40 我計算一下 224 好 現我們的攝影師 他告訴我 55乘以40是22 所以我一天要喝到2200毫升的水量 所以我就去便利商店買了一罐 剛好是2200的水壺 你知道他在辦公室是怎樣嗎 不喝水的 我現在就是想要一天要喝完這一罐 我就12碗 是一小時就喝完這一罐 你一天要不要怎麼喝完這一罐 那你一晚上會直接有點便宜 那你晚上會直接有點便宜 那你晚上會直接有點便宜 對啊 好吧 我已經買了 第三個的話 他是說早餐會吃燕麥粥 那我的話是 用準備一盒水果到公司 餓的時候吃 下午餓的時候也可以吃 就是當點心 那我要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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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點 就是他會用運動來開啟他的一天 跑步啊 健身房 然後是跳巴雷 但是這件事呢 我必須坦承我失敗 我大概自從運動就兩天 但是呢我會用晚上去補足 像我有時候下班回家 會跟朋友約打籃球 那如果沒有打籃球 的話有時候我就會去跑步 假設說你不喜歡打球 或是不喜歡跑步 可以找些你自己喜歡的運動啊 很多女生是不太敢自己敢去健身房 所以如果你是不敢去的話 其實居家運動訓練 或是去附近操場跑步都是蠻好的 那像跳繩 跳繩其實也是非常好的有氧 或是游泳啊 對 所以可以晚上這些時間 晚上的空閒時段 只要像你自己喜歡的運動去完成 第五點 食物盡量是以原型為主 避免加工食品 雞胸肉啊 魚可以多吃 就是少吃紅肉 那再來的話呢 他每天餐餐都會搭配 梨麥跟蔬菜 那我每天都有請 媽媽幫我準備非常好吃的午餐 那如果大家自己在家沒有辦法準備 有時候時間也不夠煮的話 那其實外面現在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非常多健康餐盒 都是有像這樣的規劃 有雞肉有菜啊 有梨麥 我自己出去外面外食的時候 我其實就超愛吃健康餐盒的 那下次也可以做一集 來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很推薦的健康餐盒 今天吃早餐吃了什麼 便當 我的那個 我早上沒有便當 然後還有呢 一個水果 一杯水果 下午現在在吃這個 對對對 你看你晚上有約嗎 沒有今天晚上沒約了 這應該都不約了 你不是禮拜我要去那個外食堂 你不是禮拜我要去那個外食堂 欸我有資格 你趕快做一個這個 五十五克還吃到什麼 欸我的五十五克 然後掉出來了 真的浪費 第六點的話是他 餐跟餐之間 如果感到飢餓的話 喝綠色果汁 或是吃水果 或是沙拉 那我自己有上網查了一下 綠色果汁是什麼 其實就是 加了很多東西什麼 青菜啊 菠菜 玻璃 然後什麼奇異果 那就是各種綠色的東西 加在一起打成果汁 對 你可以自己做調配 那第七點 第七點很重要 每天一定要睡滿八個小時 俗話說熬夜會變胖是真的 不要再熬夜了 我自己本身就是超愛睡覺 所以我十一、十二點 我一定會上床 我通常都是早上七點 或八點起床 那像這樣就是 如果十一點 差不多差不多七到八個小時 我知道非常多人都喜歡熬夜 熬夜真的會變胖 會讓你的新陳代謝變慢 然後你的身體器官 也沒辦法好好的休息 熬夜是真的對身體非常不好的 做到這些點的話 其實都可以瘦蠻快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像我的小腹也是真的平坦超級多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盡量就是一直持續下去 我現在是拍一週的紀錄 但是我之後也會繼續一直執行下去 就是偶爾可能嘴殘還是偷吃一下東西 但是盡量還是要保持這些好習慣 對維持你的身材 對你的身體健康也比較有幫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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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